也好 欢迎收看1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花莲县政府开全国之先驱 营养午餐免费政策推行十多年 政策实施后 配餐改由中央厨房供应 很多学校厨房闲置 县长徐政委重视推动空间活化再利用 吉安谷小市由县政府补助经费 把闲置的厨房打造成为共享教室 成为推广食农教育 烹饪课程 烘焙课程的重要场所 14号举行了街牌仪式 吉安谷小厨房已闲置多年 设备大多已超过保存年限 且不堪使用 学校因此发挥创意 三年前开始着手规划 烘焙与烹饪教室的构想 由县府拨款逐步改善 并获得县议会高度的支持 学校教师构想 规划设计 让闲置的厨房整体焕然一新 成为学校吃吃烹饪与烹培课程的重要场所 也呼应了食农教育的推动 让孩子有了不一样的学习视角 其实每一个学校因应 它的社区 它的部落 因应它的地方的属性不同 每一个学校都走出 它不同的风格的学校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吉安国小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永峰国小 花莲在我们的吉安米代的永峰国小 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校 那个是我们的石 我们这边是双语语的实验国小 是佛语是我们的汉梅语 但是永峰国小也是梅语 但是它是阿美族语 也是梅语 然而它是透过我们的文化艺术孙心传 还有透过部落的洗脑进到学校 去教导我们的孩子 亲盈共好老少共学 夺化地方 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所以花莲县政府 其实现在已经在对 五年十年后 未来每一个学校的规划 开始来做准备了 今天与会的贵宾有立法委员傅昆奇 现议员迪布斯依赖 教育处代理处长汪淑敏 锦安校长游淑贞 锦安校代表江景文 家长会长及前居委员 各界士绅及多位校长到场 我是真正有在下厨的 所以我们第一盘就请立委帮我报告烤箱 学县长也其免学校 能够将共享厨房 充分发挥功能 让社区活动也能够利用磁场地 来进行达到学校社区化的目标 捷安国小赞不赞? 赞! 记者临结 捷安厢采访报道